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家总计 我是林子彤 现在一起跟进内地图和本安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先看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组合指数中收市升2点 中收报2880点 深证成分指数半日升65点 中收报8988点 湖深300指数升9点 中收报3286点 蔡二百指数升18点 中收报1761点 至于港股方面 恒指半日达到242点上来 暂时升幅1.5% 中收报16339点 国企指数亦有反弹 中收报5503点 升82点 科指升62点 中收报3490点 大市半日成交454亿多 大家看看上午的焦点板块 当然是一些药股 若明今天出席摩通年度 医疗健康大会 简报业务营运 昨天披露了简报的传闻 提到公司业务和财务状况 依然强劲 在2023年新增132个项目 项目总数达到698个 当中包括9个 临床第三期和商业化 赢得分子项目 以及24个CMO项目 而CMO项目数量增加 将会进一步提升近期收入 集团有信心 今年可以继续实现稳健增长 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看见投资者都预认这份报告 若明半日升大8% 中午收报30.25 上阶高位曾去过33.4 中午升幅有所收窄 看看下午的情况是怎样 还有一款药股 亦是做好的 亦是排人大使 就是说13个黄黄医药 公司旗下的一款新药 是用于治疗成人缘法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 他们的上市申请 已获中国国家药监局受理 并且给予一个优先的审批 这款药是黄黄医药暂时 拥有它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权利 黄黄医药半日升大4.7% 中午收报26.4.5 半日升过二上来 上午高位去过26.7.5 之后看下美团 公司拿钱出来回购股份 上一天回购了562万股 每股作价69.6至72.8.5 涉及金额大约是4亿 集团曾经在去年12月1日起 将会斥资不超过10亿美元回购股份 在有钱浪着股价之际 美团反弹大约4% 半日收报74.5 升2.7.5 上午高位曾经去到76.1 叫做守得住的招股价 最后看178 SASA公布了一些认为数据 上季收入增长大约是3.7% 去到11.82亿 其中线下销售上升大约3.5% 线上销售增长大约4.1% 线上销售的占总营额大约是2% 与疫情前的财政年度比较 集团线下销售已经回复到 疫情前4.9%的水平 SASA半日升大约2% 中线收报9.3% 升到2才上来 上周高位去到9.4% 这集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